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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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爺中央型的飛機種 我們這裏 前小爺型的飛機種 或者半小爺型的飛機種 它就表現了這種飛機種 叫軍語 弥漫分布了整個飛小爺 整個飛小爺語 這是一種類型的一個帳號 小爺中央型的飛機種 它的飛機種 主要是在小爺的中央 主要是在呼吸吸吸吸管 肺炮管 肺炮腸 但是在臨場中 這兩個東西已經定誤出 我們激起 尤其是肺功能的省商 學習交換的影響 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不是很清楚 而且在臨場中 這種兩方面我們很難把它區分看 所以在臨場中 我們不用強調 什麼是前小爺型 什麼是小爺中央型 我們是稱為定理學 讓我們知道 我們有這種不同類型的 飛機種的一些定理的學表現 所以 也就是我們講完了 這個慢性子氣管炎 或飛機種以後 我們再回頭回來 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再來理解 什麼叫COPD 所以因為COPD 我們前面所謂 COPD 它的表現品質的特點 第一個是氣流受限 這種氣流受限 不完全可逆 那麼這種氣流受限 不完全可逆 在臨場中 臨場上 其實跟我們的慢性子氣管炎 發生到 阻塞性肺炎 這個階段 是很相符的 是很相符的 其實可以這麼說 這個COPD 其實是 這種慢性子氣管炎 阻塞性肺炎 這種慢性子氣管炎 就指的是你這種慢性子氣管炎 而且COPD 這種氣流受限 是越來越嚴重的 這個國文慢 也是很相近的 而且 這種氣流受限 一定是一個什麼的 是一個嚴重的 一個慢性嚴重感應 那麼這種氣流受限 一定要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 例如在國外 叫做Synthetic Fibrosis 就是狼性被淺溫化 狼性淺溫化 這個病例在我們國內 非常少見 幾乎是沒有見過這個人 但是西方人 是很常見的 它是有什麼障礙呢 就是這種病人 它分別的很多 捏癮分別的太多 其實它就是一個 捏癮切毛功能 就把後面一個 一切變形的絕神 導致它分別的捏癮 還會排泄不掉 這個捏癮 預計在肺體面 就把肺體面 就慢慢的 就感染 就壞死 之後呢 形成了破章 那麼這種病 它也有其他所見 關鍵是有一些 因為這個泛氣脂肌管炎 那麼這種泛氣脂肌管炎 它不是由血液引起的 它是一種特異性的 體脂引起的 因為這種脂肌管炎 它的尺度比較重 所以這種病人也有氣度出現 它也具有典型的 過癮可疑的氣度出現 而且炎是一個 進行性加速的一個過程 但是 它不是持有非力 所以一定要把它排出 這種情況 排出這種情況 那麼 酵彩的病人 引起了這個肺脂肪 那麼這種時候 是不是COPD的 它也不是COPD 但是我們有時候 在臨場中 我們就會發現 原來病人到了後來 因為連酵彩的發作過程中 它慢慢發作 它也會導致肺炮力 壓力增高 也有部分肺炮力的容易 它也會出現肺脂肪 但是在酵彩發作引起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它背後肺脂肪 它則不是COPD 但是在臨場中 我們有一種情況 不能絕對分開 酵彩長期發展 酵彩它也會嚴重 這種嚴重的長期發展的結果 在某一天 莫裡不治療的話 它也會形成管腔的 那麼氣力之氣的下降 那麼這個時候 就由我們典型的COPD的臨場作用 這個時候 典型師也把它稱之為 COPD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了解了前面 進行概念以後 我們就回到COPD 我們了解這個COPD的情況以後 我們再來看 所謂的COPD的病人 他的臨場表現是什麼 首先我們說 COPD具有慢性脂肪肝炎的特殊 或者是具有慢性脂肪肝炎的基礎基因 所以這種病人也是年負一二時間很久的慢性咳嗽 所以這次病人是在吸食病毒 連以過度分泌 因為少數病人 奔有一個發作性的喘息 但是這個 不是COPD的特殊 所謂COPD的特殊 所謂COPD的特殊 一定具有這個特殊 我把它總結為 慢性 手部件 進行形性加重的呼吸困難 這個可以透過我們病時的型 問出來 怎麼問 就是這個病人在吸食病毒 病死後的時候 沒有辦法說 沒有辦法 要寫病毒 這個病人 比方說 十年前 已經有反對咳嗽咳嗽 有二十年了 我打個表演了 但是在十五年前 病人說 我只有咳嗽咳嗽咳嗽這個現象 老耳為你吸引江戳 但是我在最近十五年之後 我就感覺到 我的體力勞動 富於我的同列人 就是我一晚會挑一百天的東西 會走得很快 但是後來病人到五十五歲的時候 你發現他這個時候 已經挑不起一百天的東西 但是他一開始上樓啊 走路啊 然後再到五十六歲的時候 病人說 我一本來我在上樓 上樓六樓的時候 我感覺到 我經常要寫下來 要停下來 要喘氣 那麼這個時候 你開始頭部感情會下降 再往後面發展 病人說我上三樓 二樓的時候 我就趕緊趕緊要跟一個人一邊喘氣 再過了一兩年 病人說 我只要在平均走路 走快了一兩年 我就開始喘氣 再往後 普美發展 我稍微走就喘氣 我穿衣服 穿鞋子 穿襲子 穿襪子 再往普美發展 什麼 我普通就喘氣 這一個就叫 軸件交通的不已婚感 因為軸件交通的不已婚感 它的乏生發展 也是比較漫長的 可能也是一年為剛好 所以很多人就看過這時候 又不嫌 不嫌什麼 因為這個病人 本身是五六十歲而已 老了 老了 不重要 但是你要比照 很像比 你前到比 你不知道 重相比 但是你很多別 別人六十歲為什麼 借口於非 你的六十歲就不行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學會很像主教 那麼這個時候 就會發現 什麼借口下注的不已婚感 好 如果是逐漸交通的不已婚感 那麼這個時候 它有耳吶還會 它一定還會 另外一個話題 你慢性知己管炎 也許便宜肥比過多 就容易感冒 容易感染 你到了COPE 到了病情組 這個障礙的時候 你是不是更容易 把人感冒感染呢 所以站在過程中 病人會出現急性家屬 那麼這個急性家屬 那麼這個急性家屬 你怎麼帶出來的事 說那麼簡單 就說哎呀 騎兩年 一個台階 兩年一個台階 在這樣 很可能 結果那晚一天 一下子到醫院來了 病人都糊塗了 都昏了 都昏睡了 昏迷了 結果到醫院來 你看病 你幹什麼病 然後路上就沒有這個事情 這個病是什麼 突然來這種說 昏睡 不停 眼睛都是五歲 嘴唇都是五歲 嘴唇都是五歲 那一看這病人 什麼腦袖兒意外 腦出血了 我那些病人來得過 留意後 學到我們的肝病 是這個肝活迷啊 或者是一個 腎性的腦病 即使再看 這個病人 就已經出現了 肺腦病 學習了 有嚴重的呼吸衰疾 而導致了這個病人 出現了二氧化碳取流 二氧化碳 麻煎 病人出現 溫睡昏迷這個狀況 那麼這個病人 可能是首先來出現 就以這個病人出現 如果你是一直 在送這個病人的醫生 你怎麼樣 在這種情況下 把這個病人撕裂出來 甚至在這種情況下 病人還根本不能告訴你病死 為什麼呢 他已經溫睡了 昏迷了 不能說話了 所以 也就是說 我剛才講的意思是 我們剛才講的 臨場症状是一種 是一種 過程的描述 實際上很簡單 但在臨場病人中 你們有時候沒有辦法 很困難 那麼這個時候 你們有時候不注意 我們等一下會 講到那個 飛行導臨的一些表現的時候 包括我們在呼吸衰 裡面也會講這些表現的時候 這個病人就不會漏掉 可能因為 固診 可能是漏掉 當然有些病人 他會問說 哎呀我不是喘氣 因為這個喘氣啊 不想看 瞄不太多 能夠回瞄去為喘氣 兇悶 氣短 氣粗 還有一個病人 他瞄為 兇不發緊 兇不 嚴重的COBG病人 甚至是兇痛的感覺 就感覺到疼痛的感覺 當然疼痛的感覺 在活動的時候 都會疼痛的厲害 所以這個意思 其實是一個表現的 一個表現形式 所以簡單地講 到了COBG病人 一定會有這個過程 但這個過程 免疫的是什麼樣子 可以免疫的 年度的急性交通 在這種情況下 這種病人 就可能會出現一切 隱藏了先 隱藏體徵 這種體徵 首先 表現為是一個 肺脊的體徵 這個我們在診斷學裡面 已經學了 我們診斷學裡面 體徵把它復興一下 比方說 四層 這個病人是一個肚脹部 但是肚脹部 但是肚脹部是肚脹的 是肚脹的 很多人他有肚脹部 但是他有肚脹部 或者肚脹部 或者肚脹 對 那麼從四層那邊 有肚脹部 那麼肚脹部的完顏 肚脹部的完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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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漆时间延长 来记住 点击的废弃种人应该是不一定降低 污漆时间延长 而并不是效果运 但是 我们很多废弃种 COPD的人到来的时候 不会知道养肺困到广汉的效果运 而我们前面说过 广汉的效果运是什么特别呢 就是效果运 他们问你为什么说来对于这位老汉的效果运 是因为很多气质机关系 从此管枪变小的行为 为什么不辖刺子机关系进来 我们的COPD的人 他有时慢些气质机关系 他也有一个管枪下距 如果这个时候加上一个急性感染 急性加重 那么这个小的东西 会有充血症出血管 加上 气质机关系进来 所以这个病毒也会出现 两倍效果运 不在领导中 效果运人的效果运人 或COPD病人的效果运 光是效果运当下也是不好区 但是可以通过呼吸音 帮助我们鉴别 往往效果运人的呼吸音更清楚 COPD病人的呼吸音 呼吸音 只是地方呼吸 偏低 呼吸时间更长 这是一个方向我们建议的一个特律 一个特律 一个特律 第二道出病是行为上 有很多特律 效果运人 发作性的喘息 有效果运人 有明显的呼吸音 COPD病人 急性加重的喘息 可以正法性的加重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缓慢的活化的过程 就是一个逐渐加重的呼吸分担 加上一个呼吸分担 加上一个呼吸分担 所以到病实行为里面 就会问得出来 当然因为这两个病 他方面年纪也不一样 效果运人的病人 年轻一些 COPD病人 年纪很大一些 年纪很大一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知道 要做了效果运人 那么学生治疗法运上也不一样 效果运人的效果运人 容易困执一些 COPD病人的效果运人 难以困执一些 难以困执一些 这种病人 一如COPD来说 我们现在非常强调 检查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检查 就是肺量剂检查 也是为肺功能的检查 我们肺功能检查 我们俩只留意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可以诊断 可以按照病情程度 可以评估预厚 可以坚持病情变化 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情况 有人认为 COPD病患者的肺功能检查 不亚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检查医院 你们如果要诊断病人是高血压病 第一件事是说什么 凉血压 你说我不凉血压 拼命活 你摸 你摸 那也不是很可能 那是什么样 他是高水平医生 要么是中医 做出来的医生结论 他一定要凉血压 到底多高呢 那一样 你看武汉科病里面是COPD 那我也要多少肺功能 但是这个时候 你如果做的肺功能检查呢 力度跟方向是很大的 我们做什么检查呢 我们看看 那么这个肺功能检查 其实有很多 肺功能呢 我们在讲讲 差不多两大匹 两大匹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呼吸功能 第二个就是幻气功能 呼吸功能 幻气功能 幻气功能 幻气功能主要承认 我们这个肺炮的凝散功能 我们经常承认的就是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微酸量 DLCO DLCO 那么这个是在吸入 微量微量 一氧化碳 不是很小的一氧化碳 微量不然我们 血红代表的吸入力太高了 比较吸入稍微多一点的时候 和外面的一个 碳氧血红代表的很高 那这个人就会出现 或许衰落 全氏气 那么这个时候 会突破这个方面 来反映一点 淋散功能 第二个就是空气功能 固定功能 我们说过 平常最常有三个指标 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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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病人 单纯的 F1-1 下降 我们平常提示这个病人 是一个限制性控制弧终状 限制性控制弧终状 如果这个病人 F111的下降 而F111的下降 而F111不下降 正常 也就是F111比上F111的下降 也就是F111或F111比上F111的下降 那么这楼边 就提出是一个总值性通级文章 那么 第五个COPG的问题 它的表现是什么 它的表现就是一个总值性通级文章的下降 好 那么在另外一个来讲 理论上有现实的问题 理论上讲这种病人应该出现F111下降 F111比上F111本身不下降 而F111本身不下降 而F111本身不下降 但是实际上 我们反映更多的病人是什么呢 F111明显下降 F111也下降 F111比上F111下降 那这是为什么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能不能把这个病人碰到为 组成病人病人的方案 加上限制病人病人的方案 减少于火候性病人的方案 如果是作为 这个检验科室 这个废公文史 检查的医生 他这样的分散是很正确的 我是第四个病人 因为你的结果是这个结果 只有组织性 没有限制性 为什么限制性 你的肺活量降低 为什么组织性 你的第一秒量 比上F111降低 但是实际上 在我们平常中 很多病人的肺活 就是一个严重的 肺活量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第一秒量 降低了 以致如你的肺活量 不可能打正常的视频 以致如你的肺活量 肺活 肺中会过早的肺活 你的肺活量就增加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的肺活量 也会降低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有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出现了 第四个 我刚才讲了三个指标 是吧 就出现了第四个指标 什么指标呢 F111 在预计值的分率 就是-F111 在预计值的分率 你这次这个指标 我们等一下讲 这个指标的指标 它主要在这里 这也是白人 气道处射的指标 但是我们前面说过 COPPT病人 他的气道处射 就是因为不完全 肯定有气道处射 那么这个时候 我怎么样看到 这个气流出现 是COPPT的 还是笑台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出现了气流出现的时候 我现在也再加上一个 舒服 给病人吸入一点 刺激完故障剂 要么吸入刺激完故障剂以后 再来给病人做肥功能检查 再来做肥功能检查 如果这个时候的肥功能检查 才能表明是COPP的 真正的肥功能 因为你否则和客人 可能看完前面之间 他有一部分 脂肌完肥功能检查 精染的因素存在 所以你反映 不知道真正的肥功能 所以 舒服当中讲我们 要理解这个 左肥功能检查 这个时候 就反映了 COPPT的真正的肥功能 其实我在理想到 我这个也有个不对 因为如果一个病人 COPPT基因加入的时候 那种基因加入 就仅仅成为 脂肌完肌 精染化肥 即使更大程度上 只有那么 管理的出血水种 分泌物的增多 基因的增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吸入了这种东西 也不是 真正的第一个 COPP的病情程度 所以什么样 反映出病情程度 在处理上没有这样讲 和平常的东西 我理解 我们有肺功能 反映出这个病人 COPPT真正的病情 应该是让病人 将定稳定的时候 所病人的症状 听懂了没有 是在稳定的时候 也要过来这样的情况下 不要以防万一 同时 在吸入的 当机以后 其实他稳定的时候 再有吸入的 吸入的吸入的 当机 但是有时他喜欢 喜欢做那种工作 在吸入的吸入的 当机以后 待会儿的病人 是反映出这个病人 真实的 肺功能状况 可以有助于 判断我们COPP的存在 和他的病情程度 他的日后的分担 以及他的病情的发展 你如果在 其次加入期 走进的人 跟病人走肺功能 每个人力都没有 我早上踩得蛮厉害 我肺功能一踏步 我下午好一些 你再走肺功能 我好了 好了 你翻了一翻 那你说 哪都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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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没有意义 除了肺功能检查以外 COPP的病人 第二个检查做什么 是做胸便检查 胸便检查 胸便检查 就是COPP而是有意义 你看 这种病人可以感受出来 你看 它是肋间歇 股间歇 股间歇 这个股下跃 这是肺下跃 肺下跃 有些肺下跃 肺下跃 以后肺下跃 肺下界是明顯的下移 這個人的肺下界 我再在上面數點 在這裏面是其一 第十二 到了第十二後面 我們正常的情況下是第十的後面 這是修辯的一種人的幫助 你看這個也是一種 你看它的核 合理 變得很平 變得很平 因為這個上面沒有這上面清楚 COP的病人 我覺得這時候的檢查就是 前面的臨場症障 加上這個定時 一定要加上 主電叫做呼吸溫暖 提升肺功能 或胸電 基本上就可以整當為COP 整當為COP 在這裏檢查以外 你們覺得還有別的檢查要不要做 我問你們 譚培亞 血常規 血氣分析 要不要做 第五十二病例的病人沒有幫助 我們怎樣講到 我們十二病例的病人來住院的病人 打到病人是急性加重期 如果是急性加重期 這三個檢查一定要做 這三個檢查是因為碰到我們急性加重期的 有很重要的指標 尤其是斜期分析 但是如果在穩定期 一般這三個指標的意義就小得小得多 但是重度的COP的穩定期 也是要做斜期分析 所以除了這些表現以後 我們COP的病人就可以可以檢查 可以檢查 檢查 檢查 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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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 但是FQ如果只靠这个指标 是不能弄到病人成多人 我组织就能力行 加上这个病人 他的第一秒用的呼吸量 我打个比方说 只有一根五声 只有一根五声 那么这个病人 他的预计的飞活量 预计的飞活量是四声 这个人呢很好 他是一个五声 结果他一吹 他真的吹出了四声的气息 是不是 吹出了四声的气息 那么他第一秒量在四声百分比是百分多少 这些一点五声 除了四声 这些多少 就是四十一四六 就百分之四十几 百分之四十二啊 四十三的样子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病人呢 他的用力的飞活量 第一秒 他也是一点五声 或者是一点四声 他说他还少了 只有一点四声 别的一个管少一点 但是他的飞活量 他也慢慢的少了 他也吹不出来了 因为他本能力比较重 他只吹出了三声的气 飞活量只有三声 那么这个一点四 除以三多少 将近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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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这个说 前面才百分之四十几 这个将近百分之五十 那能不能打个病人中 打个病人心呢 那你可能说 后面病人好一点 后面病人 他第一秒用力的飞活量 在飞活量本比 他打百分之五十 我们将近百分之五十五十 前面有病人 只有本人的飞活量 他不倒 所以明白了 后面有病人 比前面有病人 要病气要轻一些 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 没有什么病人中心 你们想一下 前面有病人是 第一秒量是 第一秒量是 第二个病人 第一秒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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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声 你怎么这个病人 是哪个病人轻一些 应该是 第二个病人轻一些 这个倒是什么 你前面一个病人 你的肺活量也大一些 你的第一秒量量 区域也多一些 这都是 你的肺活量 表示你这个人 修骨护装都不够了 你第一秒 是不是量 气力量多 表示你的肺力的区域 能力强 你第二个人 实际上你的第一秒量 也少一些 你的肺活量也小一些 但单身的安静 结果 肺部一万 比他要不可以 第二个肺部 情况还轻一些 所以正是一位流石 所以单纯 因这一个指标 判断是由 PDG的行动 是不强大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 比较什么 第一秒量 在他的预计值 那就算了 这两个人 我刚刚打个表 他的预计值是一样的 你前面是预计值是三分 我当面说他的预计值是三分 你一次有一点五分 你一次的百分之五分 后面一个人是一点六分 前面是一点四分 你一次的百分之五分不到 后面这个病人是低的五分 刚好这个百分之五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们要加上两个指标 就是第一秒量 比较有五分之一的指标 第一秒量 在预计值百分之一的指标 那么这两个指标里面 是一个总结性的图级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加上后面的指标 通过后面的指标 来看到这个病人的指标 后面的指标 三个指 大家把他简单记一下 八十到五十三十 那么这三个指 就产生四个区 是不是 因为我们按上下 五分底的话 就是四个区 就是八十以下 三十以下 一个区 八十以上一个区 八十到五十一个区 五十到三十一个区 三十以下一个区 也好在这种情况下 就分为轻中重几种 轻中重几种 这个就是这样来 这个很重要的吧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但是 这个 现在我们提到说 这个肺炎的检查 第一肺炎病人的 中小病相当于压西压 一样 其实也不是这个区域 这个分析 因为我们平常都发现 有些病人的这个指标 就是说 很重 但是平常上它表现了它 那还可以 有些人这个指标 不是很厉害 但非常很厉害 这个情况也是存在的 所以 我们强调这个指标的重要性 不得做这个指标的能力一心 所以 现在有人认为 如果我要想真正的要明确 我们会采用更好的指标 来进行分析 但这个也是不能更深入的一些 对于这些指标 我们科学病人 都会轻中重 或集中的一些 对于COPT病人 COPT病人 那么COPT病人 诊断清楚了以后 我们在这场中 主要是要进行分析 我们大多数病人都是稳定期 但是病人在生病中间的时候 往往是急性加重期 急性加重期 那么什么叫急性加重期 就是这种COPT病人 病人在病情发生的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呼吸困难突然加重 同时 可以伴有咳嗽咳痰 加重 那么这种病人往往是 呼吸困难加重的 最主要 当然我们就说 这种病人 不是呼吸困难加重的 这种病人 有没有这种病人呢 在理论上讲应该是有的 但是我们说 我只要要到COPT 往往就有气流出现 这种气流出现 一旦是在加重的时候 往往病人的影响 所以這種病人往往都會有凶悶喘氣焦慮 同時會有凶悶喘氣焦慮 同時會有凶悶喘氣焦慮 那麼這種病人在同時會有些潛水的表現 甚至髮燒 髮熱 凶悶 疲乏 乏力 腦擦 甚至這種病人出現睡眠不好 當然嚴格的病人會出現失碎 昏睡 昏迷 休克 DIC 都可以出現 COPDB的這種情況可以出現 是很容易出現的這些情況 這種病人很快就會出現呼吸衰退 所以你不要以為基因加速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基因加速 可以很複雜 也可以很簡單 但這種病人往往會有這種情況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基因加速的原因呢 我們一定要注意 COPDB患者基因加速的最主要原因是感染 百分之八十 大家記住 百分之八十 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如果這個百分之八十的原因是不是太多 身材住院的病人流散不止百分之八十 身材住院的病人流散不止百分之八十 身材住院的病人是九十五 是感染 但是呢 因為太多 你都不想問到我這個病人的情況 是因為COPD患者的心理教導都是感染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還有一些非感染性因素的存在 這種非感染性因素的存在 你不注意就可能會固診 就會漏洞 我一往後來就變成了 慢吃最吸水 點心的是硬食 然後突然在下的昏了 為什麼昏呢 基因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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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纖取流 二氧化纖取流 一向到正常一周到達 正常二氧化纖不超過四十 他現在幾五十 一百二 一般人都在狠狠狠狠 那來之後就就一瞬間昏了 昏了以後 你會想 昏了以後 你會出現什麼厚 不感染也感染了 只要一個人昏睡也昏睡也昏睡也昏迷 光了一躺 那本身的分泌會有多 噗噗噗噗噗 REALLY 現在就將這個感染出來了 所以就拚命地straight用抗肝發病 治疗效果不好 治疗效果不好 最後再及了治 再及了治 抗肝發病治疗效果不好 去抗肝發病後 越有 скорее更強 接下來就得了增菌感染 二層感染 那aszub 那痊癌人的這種病 Diam your Life 小病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能不要鬆病 治疗手 在這種情況下 一般的病人也 sto на Quem 有什么 Zobuzo 有這個病情 本身有感染 你的合憭食 但是你没想到这个病人是昏运的 那如果人在仔细地问你检查 然后这个病人是昏运的原因 可用的是什么 在某一圈 不小心打个喷嚏 或者是咳嗽一些的气胸 反而肺咳嗽 或者是气胸 是要有一定的容易的气胸 因为你本身的肺炮就融合在一起 现在肺大炮 这个时候稍微不注意 咳嗽就形成气胸了 这也是一种情况 如果说气胸你不呼吸你怎么的 气胸的表现是什么 不行减低啊 但是使用拼定精神的表现是什么 也是不行减低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气胸了 靠着真骨音真过气 你怎么见证 你也见证不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来看你搞错了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这种病人吃药吃过了 使用拼定精神在二氧化弹局里有长期 二氧化弹有两个作用 小的二氧化弹是新病肌 大的二氧化弹是蚝底肌 这个病人在早期 他有二氧化弹有新病肌作用 这病人老是睡着觉 明天晚上睡着觉 睡着觉 睡着觉的话 有些医生呢 因为都就是这一段时间 睡着觉 有些医生产生比较小 睡着觉吧 你就在想 你就睡一呗 然后就 左骨右骨 突然以为医生胆子大 就是你脑出了这样糟了 我刚才能打一个安眠 吃两个安眠药 结果一吃 睡着了 但是他醒不醒 这样 那么这个是 是叫做 药物吃药物 它有什么原因 这个病人是什么呢 今天打拔奖 打肯定 这个病人不能走 都打拔奖 等一下 还要休息 打得比较累 打了一天一夜的拔奖 结果人太累了 晚上睡觉怎么样 睡得太熟了 睡得太熟了以后怎么样呢 喉咙的里面有痰漫 就反映不出来很多 这个病人呢 就是分泌物的重症 分泌物的重症 它有几少多人 几少多人 尤其是任务了慢性的石油皮肋病人 长期获肠 长期获肠 因为长期获肠以后呢 这个在下肢 就形成了一个小的酸 某一天 精神好一点 出来三张肚 结果一动 这个梳子掉了 这个梳子掉了以后 又掉到肺里面去了 结果已经到肺梳子 所以我们来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急性降终的时候的原因 90%是感染 但是 不是百分之百是感染的 我们有些病人 甚至到了后期 10%不是感染的病人 他的后期上是也会患受感染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就不要 无聊了 他不是感染的因素 不是感染的因素 那么这个年度的感染 最后的结果 就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最新病 这个病人出现 是新人摔的表现 这种病人 再往下面发疹 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不许摔一次 再往下面发疹 会出现 红细胞症多 含有其气球 这一系列的情况 所以在COPD病人 发生发生的后果 不会出现 所以COPD很容易理解 但他的病程 病情情况 有时还是比较难以致 这个不要说 这个COPD 所以我一讲还是不懂 但是我经常出现会诊 那么这种病人 还是经常我们急事地发现一些COPD 就是在经常的一些原因 那么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 还是会解决一些问题 那么COPD病人 他的界面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了解清楚了以后 不是这些病人界面是什么呢 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 很容易做到的 就包括孝材 希望国达密结核 孝材是手上其中的 这上界面 这我们应该很熟 那么希望国达他的这个病人 因为我们没有讲过 这种病人在地上非常常见 非常常见 那么他的科例是什么呢 反复的咳嗽 比较多的 记住 比较多的成块的科码 二量的农产 分成现象 现在我们见不到 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不是过去这种社会了 但是我们回顾 目的到这个病人 经常会和塔弹成的硬块 硬结而来 一咳 我们COPT病人科码是很连弹 它一咳 科码活着出来 那么在什么呢 是在古当事件外面包领包弹 也后呢 容易发生感染 再就是反复的卡学 COPT病人会不会去验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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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重的COPT病人家中期 偶尔偶尔会去验弄代谢师 绝对不会出验卡学 肺结核 比如COPT病人之间 没有共同语言 除非是慢性 叫做慢性性病案 纤维空中共性肺结核 那么这两个之间 是比较容易回敲的 而且肺结核的病人 可以被有COPT病 可以被有COPT病 肺癌 往往是在COPT病人发生 发生发生的部分中 出现了 本身两个之间 比较容易见不明 但是我们经常说 会经常落标 就像温然的病房有病人 他一来 感情感到很厉害 结果一照片子 COPT是很严重的 在物理站一看 看肺脊椎检查 在右下壁不怀疑 所以是叫做COPT 同时等肺癌 是两个病 因为这两个病 共同的肺炎因素 是吗 肺 在另外的话 要注意其他的肺脊 这里也有所肺脊除开 COPT的肺脊以外 还有其他病人的病人 那么比较常见的 老年性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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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这个人 九十这个人 你做修验检查 做肺脊椎检查 大多数都有病人 这种病人 这种病人是因为 老年轻微组织推化 轻微组织震生 引起了一个情劳 例如COPT患者 我们要进行治疗 这个里面我们要强调 终极治疗目标 就是说 COPT的病人 这是我们最初的治疗目标 对我们平常的病人 我们强调不需要 我们强调改的症状 病人是在分岁 咬过来搞醒 法杀 我们要烧 财心我们要不踩 这是一个治疗目标 但这种治疗目标是什么 这是他的目标 改善他的生活治疗 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 所以你要当下这个治疗目标 不是打起来靠军数 用一点消业药能达到的 那么这种治疗目标 该是什么治疗 那么这些治疗目标 强调的是非药物治疗 非药物治疗 首先 要进行COPT患者 要进行教育 这个很多COPT的人 我们平常会跟病人教育 教育什么样 教育他戒烟 这个病人说 我戒了 我戒烟你戒越戒越重 为什么越戒越重呢 因为我过去 我现在出烟我还蛮好 我走过去 走路 走平地还可以走 我现在烟你戒了以后 我还能听懂我什么样 其实不是戒烟越来越重 只因为是什么呢 我就问这种 你这不是戒烟 戒得越来越重 只是什么呢 只因为现在你毕竟重症 你出不了烟 比如说是怎么回事 一晚我出烟 现在我不敢戒了 为什么你出烟会出来 才还厉害 所以我就不出烟 最后我爷爷也戒了 现在这叫被动戒烟 这是从这一步 没有结果的戒烟 被动戒烟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跟病人主动戒烟 要进行戒烟 要不进行疫苗剧热 这个在个案上比较强调 就是说 COPT的人到军季的时候 打肺炎面穿疫苗 要不进行抗股 营养 以及少数病人 可以做肺炎游病 那么 首先戒烟目前认为是一个最关键的措施 是一个最关键的措施 那么这个戒烟的目标 不行这么说 他们有人这么多研究 我们人 任何人知道年龄的增大 你的肺炎能是在中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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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洗烟 你的肺炎能是在中国下降 你使一时戒烟 你的肺炎能是在中国下降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 戒烟并不管 你在轻中度的COPT的时候 戒烟完全难为止 你到了中国的COPT 你戒烟没有效 一定不得到什么样的 最后自己不让你戒烟 自己要掉戒烟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太晚了 所以这是戒烟 因而COPT的病人 这种的药物主要干什么事 因而这种病人来说 在完结性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来帮助他 是的 那么主要包括在 自己玩服装器 包括一些 β2手里进入机 查检 然后就是进入集数质量 然后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然后用一些重病人 用一个长期养疗 长期养疗 是什么意思 就是重度的COPT病人 那么后面我们也会讲到 那么这些措施 定乎COPT病人在缓解期 这些措施该怎么使用呢 我们要注意 如果这种病人 COPT病人在缓解期的时候 我们用β2手里移动机 我们建议用长效的β2手里移动机 长效的β2手里移动机 因为长效的β2手里移动机 可以帮助这个病人 一个是改善他的气道的通常性 还会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减缓 他的肺部严重精神 丹田人身为组织器 目前认为在缓解期 是一个有因的常识 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个最新的药物 叫做Tiotropy 他的伤体名叫4-6-2 例如管解期的病人 一部分病人可以去到 比较显著的效果 我把它总结为 这种病人如果日用得上的话 可以让病人生命延长 两年或者是以上 查解 小尽量的查解的恐怖 因为他们有多个方面的病人 就是他们要以后 这个片子还可以套到 可以把它考过去 因为多个方面的病人 可以作为COPD治疗过程中 一部分的足处治疗 例如COPD的患者 严重的COPD患者 我们同时竟然也吸入长臂肌肉 但是我们都强调的是 F1B外小于 F1B外小于F5B 预计之 是什么意思 是中途还是中途 中途 中途 人家只有两分钟 中途还是中途 他一定要就是 F80以上的前途 现在F80以上是正常人 我们正常人也是F80以上 但是我们正常人 他就是F80 他也有前途 我们正常人F1B外 那是VC 是大人的VC 所以呢 那五十二度 或者是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考虑 建议长期的吸入吸入 另外呢 有这样的病人建议长期家庭养活 好 那我们接到讲了好不好 那么这个 那么这种病人来说 吃药病的矿泉 所以吸入加重期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 我们都要以来一定要查料 CVP的疫情 吸入加重期 是我们平常治疗中的病人 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 这种处理是 如果我们临络的掌握 我们这个治疗的密室 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我要讲这个 CVP的吸入加重期的治疗 我可以 讲几个小时 我可以把它跟进来跟进 讲出来 因为为什么 它是一个很多病 最终的一种体贴 那么首先 这种感动病人 首先第一个就是 右营的问题 例如COPT基因加入期 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确右营 但是大家注意 右营不是那么好明确 你们不信你们看一下 COPT基因加入期 它表现为什么 传奇 传奇表现什么 估计传奇 估计传奇表现为什么 你不看氧气 你不看氧气表现为什么呢 动作氧 所以这种病人呢 在基因加入的时候 你不可能离开房子做检查 所以这个病人一切都在床上 那床上之外 你始终都已经在床上去 是吧 你还能做什么检查 你一般的医院里面 修便不能照 鼻操不能做 尸体不能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基因加入期的处理 在很大手上 有其决于你这种病人 还敢不理治疗的血腥 如果这个病人 打个比方说 我应该基因加入高度高度 高度怀疑他的气氧 现在用了核药的车效果不好 那这个时候 本来是会用照片 做什么呢 你还不要被人的照片 但是这些照片的话 你病人离开这个外面 本身病人每次吸氧气 一分钟是五星的氧气 你给了氧气疹 你给了氧气疹 你氧气疹 病人还不能说什么 你氧气就吸光它 那你说不要有时候去拼 就要拼了 那我告诉你 有没有好多病人 就转个楼 从十六楼 从十七楼 转到十六楼 一升楼 病人在十七楼排得很厉害 氧气息的时候 又排得很厉害 病人都一咽一吸了 但是他很注意病人 但是他都活了 结果你就转到一层楼 转到十七楼去 病人吸掉水 这是为什么 在这种病人在吸氧的情况下 还杨宝酥在百分之八属 当个地方抓 百分之八属 接过来 你离开的病人 杨宝酥立马降本身六属 甚至百分之五十 这种病人 他一下子到这个当中 他本身身体面对没有储备 没有储备 所以这个痒备一垮下来后 万能病人吸掉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有一个医疗的决心 你还有一个充分的决心 但是你如果说你怀疑是气球 你不到病人 你敢不让病人所参斥吗 本身是用病人 你走着气球 你正确要去 结果呢 这个病人所参斥的气球 你把他都没去吧 那么这个病人死了以后 他就觉得这个痒备了 所以我们来讲 这个痒备的决心 不是那么简单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要注意 感染是一个常见的痒备 但不是不一定的痒备 那么第一个COPD 变成感染干什么公子 干什么公子 大家一定要注意 COPD病人感染是很难的 他有时候 我把手机会 然而然和你不重 承动不重 但是很稳固 为什么稳固 我们正常的 自己管粘膜 光滑 像粘液气球 很轻敌 这种病人不行啊 他的分泌物排不出来 所以这种分泌物排 都感到后果 导致了免疫力 局部的免疫力下降 这种病人很容易出现 耐药品牌 所以我们是用理理的病人 到了后期 经常是用的是最顶级的抗物手 经常用的是最顶级的抗物手 但是不是米克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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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甚至是 你的抗物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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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以资的urch taxi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根据它的硬确程度,做到什么样的办法,进行要先标。